這些變動氣體含量很少 但是對地球有很大的影響 就是我們後面要跟對焦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水 水就會跟天氣變化有關 就是我們這一張 這一大段 叫做天氣變化 天氣變化有關係的 然後呢 氮氧化碳會造成溫室效應 溫室效應 然後會形成全球暖化 這單紋會再簡單帶一下 主要是在全球變形的時候教 臭氧呢 它可以供用到吸收紫外線來保護地球 我們待會再提到它 所以呢 變動氣體含量少 但是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 水氣會影響我們的天氣 氮氧化碳跟我們的全球暖化有關 臭氧呢 它有多用可以吸收紫外線來保護地球的果 我們待會都會再簡單的帶一下 OK 這是它的主要 所以呢我們要教這三個 所以這三個的量雖然不多 但是呢我們會提到它 會說明它 會講到一些事情 因為它對我們地球 它對我們地球有很深遠的影響 很深遠的影響 所以我們要知道的事情 好 那我們要先談的就是 水氣 天氣跟氣候 這個在地理上教過 地理上學過了 天氣是短時間的嘛 天氣是短時間的 一個叫做天空狀況 一個叫做降水情形 這個我後面會再教一次 這兩個就是所謂的天氣現象 天空狀況跟降水情形 那麼這兩個都跟水有關係 對 因為天空就是指有沒有雲 降水就是有沒有下雨 所以它們兩個通通都是跟水有關係的 還包括一些氣溫啊 濕度 所以這也是所謂的天氣現象當中 天氣是短時間的 氣候呢 長時間的評論 這是地理交貨對不對 長時間的 這兩個都是跟水氣是有關係的 然後呢水氣就會有三態的變化 然後呢熱通氣上升 冷空氣下降 熱的水蒸氣會蒸發到天上就有凝結 然後下雨或下雪 然後所以凝結就成雲 然後就有下雨 所以就造成了主要剛才所交過的天氣的變化 那麼 當然會有個重點 下面這個柱的重點 是我們會來的重點 為什麼上升的水氣會凝結 這是我們剛才會的重點 反正是三態變化啦 蒸發凝結啦 它叫人圈圈變化 然後下一個是我們的學測考過的 這個 李華老師有教過蒸發要吸熱凝結會放熱 那麼水氣凝結所放的熱是大氣重要的能量來源 因此一些劇烈的天氣變化 比如說颱風 它就需要這個水氣凝結所放熱 我們後面會交到颱風 會跟你說颱風需要水 為什麼 因為要有水氣凝結放熱 使用它繼續生存所需要的能量 所以這個是學測考過這一題 水氣凝結的放熱 是大氣劇烈天氣變化能量來源 比如說颱風 要能夠繼續生存就需要大量的水氣 溫室氣體 二氧化碳跟甲巴拉巴拉巴 我這裡寫了一堆 我這裡寫了一串 前三個要背 後面可以不用背 水氣 二氧化碳跟甲碗都要背 它們叫做溫室氣體 因為它們會造成溫室效應 什麼是溫室效應 因為它會吸收一種長波輻射 然後放出熱 然後加熱地球 效果類似原意的溫室 所以把它叫做溫室效應 好 停車站接問 我說它善於吸收一個長波輻射 跟熱有關係的 理化老師有交 哪一種光跟熱有關係 紫外線 紫外線 錯 紅外線 對 好 紅外線 善於吸收紅外線 還有一個重點是這一句 第二行的尾巴到第三行 善於吸收來自地面的長波輻射 所以 一 可以 重點一 誰吸收 水氣二氧化粘跟 甲外 二 吸收誰 紅外線 三 哪來的紅外線 地面 然後就加熱地球 使地球保持溫暖 稱為溫室效應 他們叫做溫室氣 OK 我跟你講 如果前三個要背 後面我多寫的你可以不會 沒關係 前三個要背 水氣二氧化粘跟甲外 它會善於吸收來自地面的紅外線 然後加熱地球 使地球保持溫暖 稱為溫室效應 稱為溫室氣 如果地球沒有了溫室氣 地球就沒有人幫我保溫 地球會變得非常的寒冷 所以溫室效應不是問題 有人類之前就有溫室效應 而且幸好有溫室效應 地球才不會太寒冷 寒冷到不適合生物生存 那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偉大的人類 做了一堆事情 做了一堆事情 使得空氣中的二氧化粘跟加熱含量 顯著地增加 於是它們就吸了更多的熱 放了更多的熱 然後實際就怎樣 越來越熱 我們把這個問題稱為全球暖化 我做了什麼事 前面寫了一些 法齡開田 法齡會影響二氧化碳 開田會影響甲烷 對農田施肥會影響甲烷 使用煤跟使用化石燃料 會影響二氧化碳 反正就是人類做這些事情 使空氣中的二氧化碳跟加熱含量增加 然後地球越來越熱 叫做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會有什麼後果呢 國中生基本上只考究竟的後果 全球暖化冰山會融化 海平面會上升 國中生幾乎只考這件事情 就是冰山融化海平面會上升 好 重點我已經講完了 二氧化碳 溫室效應 太多全球暖化 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 還有一些小細節的問題 那是在我們最後教全球變形的時候 才會跟各位提到 下一個叫做 臭氧 它有毒 有顏色 有味道 有毒 然後呢 它吸多了 會對你的呼吸道造成傷害 所以 它是個空氣污染物 它是二氧污染物 你噴出來的廢氣 被光一照 就產生光化血管 因為產生臭氧 所以臭氧是空氣污染物 所以臭氧如果佔現在的四周圍 它是一個壞東西 一 它會對你的呼吸道造成沙漢 二 這裡的臭氧如果含量多 然後這裡的空氣比較怎樣 比較髒 所以 臭氧在你的四周 它是一個壞東西 但是 在天上 天上什麼天上 是平流層 這個斑尾會交平流層 還有一段 有一個叫臭氧層 它在這裡是好東西 為什麼它在這裡是好東西呢 因為呢 它會吸收紫外線 你要吸收紫外線 紫外線的能量 可以切斷DNA 然後你DNA被切斷你就跳跳了 所以紫外線可以殺菌消毒 所以 那個 冷氣機廣告啊 珍寶殺菌光 細菌殺光光 這個就是紫外線 現在你們家裡買的轟碗機 他們都有附所謂的紫外線殺菌燈 那你們就是 用到紫外線殺菌消毒 因為紫外線可以殺菌消毒 就表是可以殺菌消毒 就表是可以殺你的意思 可是因為細菌很小 你只要造成紫料 你很大 只要造成紫料 而已 但是基本上有些 造成傷害 所以 紫外線會對生命造成傷害 它可以 它會切斷DNA 那麼 在天上 臭氧成的地方 它就把紫外線過濾掉 就會保護 其他生命 不會造成它的危害 所以 接下來這句話 就是最討過的 十一年前 生物可以從陸地 爬到海洋上 這是為什麼 因為天上已經形成了 臭氧 然後紫外線 不然的話 它一上去被斬掉了 所以 它現在已經斬掉了 它已經斬掉了 所以 所以 這個學生有考過 十一年前 海洋生物爬上來 是因為天上形成的臭氧 然後 過濾掉紫外線的關係 所以 臭氧 在你的四周 它是壞東西 它是天上的壞東西 但是問題是 我們人類使用的晚宴 考試 大 或者反正 正略為作用這種格子 有人寫 柏綠碳化物 就是五個字 有人寫 柏綠碳化物 就是我們所使用的 化學物質 使用非常廣泛 用在 昏幕推進器 鋪在冷煤 用在那個 電路板的清洗的用紙上面 然後 但是它 升到天上去之後 會阻礙臭氧的行程 所以 天上的臭氧 會變得很吸附 我們就稱之為 臭氧動 這就是臭氧動 但如果 你有了臭氧動 就表示 沒有人幫你怎樣 過濾 脫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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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須植物 就會對地條的生物造成傷害 所以 變成問題 也一樣 重點我已經講了 臭氧 需受脫氧 脫氧 不會抗化物 脫氧 進行進行進 那還有一些細節 到最後全球變成的 那時候再說